好 另外来看到就是台北市议员 严胜冠跟卡申杨慧如 昨天在台北车站附近逛街的时候 突然遭到一名女子的袭击 结果呢 严胜冠的头发被捉 而脖子扭伤 杨慧如则是双手呢 都被抓得伤痕累累 两个人在警察局制作笔录的时候 完全不清楚他们怎么会被攻击呢 在脖子上的瘀傷 台北市议员严胜冠 还有卡申杨慧如跟朋友吃完午餐 却在路上遭到一名女子袭击 我在管前路行走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觉得后面有人在拉我头发 然后他就很用力很用力的扯我头发 我整个人就往后仰 然后往后仰之后 那个人他就过马路 慧如就追上去 18当时严胜冠被女子拉得差点跌倒 杨慧如上前阻止 双手却也被女子用指甲抓得伤痕累累 更有不少遇伤 光三月的侧门边 他就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人 我不想活了不行吗 然后就开始攻击我 就是抓我 抓伤我 匆忙赶到中正一分局作笔录 杨慧如和严生冠谈起事发过程 心里有更多的担心 他就是整个都是他指甲 然后他是用 你看他这边有那个小点 他就是用指甲 钳在他的那个手皮肤里面 根据两人描述 身高大约170公分的商人女子 外表看来清秀 谁也没想到 他会在下午一点多 在仍然人往的台北车站把货公司前 从背后伤人 不赶快找到这名女子 就怕他会在情绪不稳的情况下 再伤人 传电新闻杨静明 吴婷 SNG小组台北报道